關於我們的產品 首先要這樣說,我們做網台 由以前老蕭的階段,再早之前就賣影片 或者RWA,很多很多 我們不斷在摸索一個經營模式 究竟怎樣可以 一個網台,不用眾籌 不用阿誠哭,喊救命說要倒閉 很多人都不斷去試過,希望用不同的形式 結果逃不開,都要喊救命 唯一沒有喊救命,在我印象中 毓民真的沒怎麼喊救命 最多說,你再不給錢就沒想到 就不會說,你做到什麼時候又不做 又受不了,救忙,確實比較少 如果你說我,有些人說 不是喔,啤梨哥的網台現在很棒 賣很多東西,怎樣都怎樣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… 我要怎麼說呢 這個是我的模式,就不是網台營運的模式 如果你打算學我,是難以模仿的 首先,你要深信你的產品是好的產品 嗯 第二,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感染力 和銷售的項目去賣你的產品 事實上,這些也是一個give and take 為什麼呢? 當我放了時間多一點的時候 節目當然沒有做得那麼好 OK 甚至乎,你賣產品的時候還要涉及很多 不是只有產品好不好 是你的個人魅力 所以,有些人說 我又想搞,我看到有些網台又開始去搞賣東西 應該要這樣說 其實我們都還未發揮到盡 我希望在我們租了新studio之後 最好就是能夠請到足夠的人手 那我就會把我網上平台 因為我現在網上平台 其實收入都不錯的 但我也是不滿意 做得不夠漂亮,不夠clear,不夠清楚 那我就希望在我網上平台那裡 再發揮它好些 如果現在它做到的事情 只能夠達到我心目中的5% 最終有95%的空間是可以發揮的 但要細節很多 那到時我就真的要請人 那這件事就是 希望你們這幫聽眾可以在訂閱 我昨天講完之後 今天有頗有些聽眾上來訂閱 是頂住我們的雞頭 然後我們能夠在售賣那裡 能夠再做好些的話 那我覺得現在看下去 我可以未夠一年就來宣佈 除了政治上面的打壓之外 我相信是可以永遠經營下去 是永遠的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我就可能是一個 可以自己決定自己是一個成功的網台 因為我們不只是YouTube播放那麼簡單 我亦都將我賣樓或各樣的其他東西 全部是非out了 即不是非開了這裏的 不關這裏的事 就純粹一個網台經營 當然了 其實我現在手上還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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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的產品 也有些朋友覺得我很冷漠 為何我可以跟有些人做生意 不跟他們做生意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你們產品的問題 我又不好意思直即其非 因為 去到最後的產品是重要的 當你到處都有的產品的時候 我怎樣跟他們合作呢 到處要面對那些 像我上次說的那個 我很想做 其實我都說做得很好 我都說很舒服 但外面在賣五、六個水 這個我是會舒服一點 是輕身一點 但是客人就不是這樣想 那麼 來 可能